诶小琳娜 你来给咱们最新的奶茶产品 做个产品分析吧 要做什么分析 诶不说清楚 诶好的老板 我们都知道啊 在职场上 老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经意的举手投足之间 就决定了 裤腰带累多紧 钱包有多股 你升职加薪的 人生走向 你跟老板关系处理的好呢 倒不一定立马能飞黄腾达 但至少每天可以心情愉快 但是你跟老板关系 要是处理的不好 那你就熬吧 每天上班就跟上行 头顶一片乌云 然后迫于生计 就跟行尸走肉 在那儿吭哧吭哧 完成老板布置的任务 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聊职场的千古难题 如何跟老板相处 小琳总结啊 如果你跟老板关系处理的不好 大多数情况下 那是因为你还不会 拍马屁 你说什么 拍马屁 诶且慢 此拍马屁非必拍马屁 我们这说的是一种高级的马屁 你乍一听 可能不能觉得那么的欣喜若狂 但是呢 话说到老板心里 把事呢 办到解决老板的难处 你说你做到这一点 老板怎么可能不喜欢你 其实这拍马屁 不光是这话该怎么说 更主要的 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那到底是什么思维方式呢 听到最后你就知道 来咱们先跟小琳一起看两个在职场当中 非常常见的情境 诶小琳呢 你来给咱们最新的奶茶产品 做个产品分析吧 做什么产品分析 怎么做产品分析 那你要干什么 什么时候要 不说清楚 刚想问老板 然后看着老板一脸严肃 哭大愁身 所有问题全都噎回去了 最后来一句 好的老板 两天之后 小琳拿这个报告去找老板 你才知道 老板本来想要的是一些 竞品产品的分析 结果你整了一堆奶茶化学成分的分析 你说你几个意思 这就相当于 你说老板在那饿了半天 等着你上菜 结果菜没上来 上来表演个节目 你说老板火大不火大 你看这个情况 就一开始工作没确认清楚 一个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耽误进度不说 还得回头重干 小琳心里也挺委屈的 对吧 老板你又不说清楚 害得我白干两天 但是这个事 我们把它倒回去 看看从老板的角度 她是怎么想 这个新产品发出去 效果怎么样呢 这个小琳刚来不久 正好让她试一试也锻炼锻炼 顺便看看她的能力怎么样 小琳呢 你来给咱们最新的奶茶产品 做个产品分析吧 好的老板 这个小琳这么厉害的吗 都没有问题问我 其实老板是在等着你去问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 老板都很忙 他不太有时间 把所有的细节 一个一个一个都给你讲 全讲明白 有些老板可能比较nice 你不问 还给你确认一下 小琳你有没有问题 但大多数老板肯定心想 好的你说没有问题 那我就等着看了 所以那马屁策略 就是当老板给你布置任务 你有问题 千万别说 好的老板 一定要用无数个问题 去抚慰老板那时候冰冷的心 让他看出来你的求知进取 和你对这个项目的重视 我们经常说叫做 on the same page 就是这个意思 假设你懂了怎么拍马屁 下次老板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 就怎么回事呢 小琳啊 你来帮我做一个奶茶的产品分析吧 好的老板 您是要分析 最近我们推出的新款珍珠奶茶吗 对 好的明白老板 那如果我们从受众 口味 价格 奶制 还有珍珠的弹性 这几个维度和ABCDE这五个竞品公司来进行对比 您觉得可以吗 哎呦 这个小琳不错呀 可以可以 好的老板 那我周末之前给您您看可以吗 好 小琳这是神得我心哪 哎 你看 是不是就感受到了马屁镜的威力 还有一种啊 非常考验我们说话能力的场景 就是我们把一个事给倒砸了 或者犯了个错误 哎 小琳啊 上周你说要昨天给我的那个报告 弄好了没有啊 这两天偷了个懒 前两天跟朋友出去蹦逼 老板这事给忘了 哦老板 我这两天有点忙 事情有点多 昨天不是咱们在外地的那个留客户来了 然后我陪他出去吃饭 他喝多了 我又给他送回去弄得挺晚 然后前天我妈身体不好 然后我爸他又讲他疼 然后我弟他闺女幼儿园会报远出 我弟就去看他闺女远出去没他开车去送我 罢我就开车去送了我 卡通完又去送了我 所以就耽误了 你说老板他又不傻 你什么事是真有急事耽误了 什么事是在那找理由堂塞 老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但其实更关键的 就是老板他这个时候 根本不care你去那堆破事 他急啊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报告 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就好像你让老王去帮你买饭 过两个小时老王还没回来 你说这时候 你是想听那两个小时的老王奇遇记 肯定不是啊 你肯定脑子里心想到我的饭呢 老板就更是这样了 老板都是结果导向型的 首先你把事办好 所以一旦出现什么错误 披露或者影响结果的事情 那老板最关心的就是 我需要知道事实 我需要在第一时间想到解决方案 然后把这个事先给解决了 一般人犯了错误 第一反应都是想去解释 我没错 但是这个时候 老板他也在气头上 他根本也听不进去 我们应该如何去 轻抚这批受惊的老马 来拍一拍他的屁屁呢 小玲啊 上周你说要昨天给我的那个报告 弄好了没有啊 哎呀老板不好意思 是我这边耽搁了 实在抱歉 您看我今天把这个给补上 您看行吗 行吧快去快去 然后等你把报告递上去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急事 有原因 你再跟老板去解释解释 这时候老板拿着报告了 他这个受惊的老马 已经被安抚好了 心平气和听你说 一是体现出来 你非常有担当 二是把问题也解决得很好 上策了 好我们刚刚说了 老板给你布置任务 或者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该怎么去拍马屁 但是咱也别光听个乐呵 或者光看这一个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其实它背后 是一个思维方式 和底层逻辑的问题 你要知道了这个 那之后 什么样的马屁 我们都可以拍 其实刚才那两个例子呢 从老板的角度 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就是怎么样 我能把这个事给办好 把问题解决了 所以咱们跟老板沟通 或者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拍马屁 最主要的 不是让老板心里一时爽 而是要让他知道 你跟他是在同一战线 解决问题 一致对外 并不是说言听计从 而是要共同发展 老板是你的商机 你是他的下属 在辅助他做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大家呢 都在给组织办事 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问题要是解决得好 老板脸上也有光 问题要是解决得不好 最后背锅的还是老板 所以你就想 一旦出了什么bug 那下属在那不停不停的解释 老板心里得多窝户 这下属要是一心想着 帮着解决问题 你说这老板心里得多暖心 而且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 真的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就从老板招人的角度来讲 一般一个稍微级别高一点的老板 他想招一个初级的人 大概呢 三个月到半年 想找一个高级的人 甚至半年到一年 甚至更长 而且老板还要面临着 招进来一个人 培训了好久 然后发现这个人不行 或者这个人太强了 他刚进来就想跳槽 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你就说 他招到一个靠谱的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 得有多难 他得有多珍惜 所以不管这话怎么说 只要我们开始从这个角度 站在老板的立场上 去思考问题 一切事情都会丝般顺滑 然后你这马屁拍的 也都如鱼得水 老板和公司都会把你视作珍宝 就升职加薪 走向人生巅峰 我说的点夸张 但那个意思你能get到 但你要真碰上那种 哇 业务能力也不怎么地 然后整天还特横 然后不讲道理 还整天发脾气的老板 我劝你 赶紧找下家吧 只要马屁拍得好 变身老板手中宝 只要马屁拍得妙 升职加薪步步高 老板好 老板没有 老板的爱地儿白发酵 小琳这是深得我心 嗯 妙啊 哎 小琳呢 你来给咱们最新的奶茶产品 多个产品分析吧 真行 哈哈哈 pues grilled 油 永热 油 掉 白